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攀岩九宫阁 网友笑翻 鸡腿味道引发热议 王一博攀岩挑战 勇气与力量的结合 王一博最近在攀岩的九宫阁中展示了他的力量和技巧 引发了众多粉丝的热烈讨论 攀岩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运动 每一步都需要精确的判断和强大的体力 王一博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的勇气 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他无谓的精神 众所周知 攀岩并不是一项简单的运动 需要对岩壁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入的了解 王一博首爆岩时 开拓向上的力量 仿佛每一次攀登都是一种自我挑战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表达自己的惊叹 有人表示就像孙悟空一样 随时准备上天入海 也有人调侃到 坐在王一博小电驴后坐的那个人 请替我们感受风的速度 王一博的攀岩不仅激励了观众 也给大家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大家都很好奇 是什么滋味的鸡腿肉 能让王一博皱眉呢 这或许是吸引大家锁定节目的一大理由 坚持与毅力 王一博的攀岩哲学 在攀岩过程中 王一博展现了不屈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 面对陡峭的岩壁 他从不退缩 每一步都充满了对自我的挑战 攀岩不仅仅是对体力的考验 更是一种内心的修行 王一博通过这次攀岩 似乎向大家传递了一种理念 那就是成功需要勇气和毅力 正如某大佬所说的那样 成功并不取决于智商或力量 而是那些有勇气 毅力和决心的人 放手一博 有人在评论区如此说道 这不仅是粉丝对他的支持 更是一种期待与信任 攀岩中的王一博 仿佛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 诠释着自己的生活哲学 无畏地面对挑战 勇敢地突破自我 网友们的评论也充满了幽默感 王一博 这次能不能带我们一起上去 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 大家似乎都在寻找勇气的答案 体验与成长 不同种类的攀岩技巧 王一博在节目中体验了多种不同的攀岩技巧 从室内攀岩到野外挑战 每一种体验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攀岩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 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挑战中不断提升自我 网友们纷纷猜测 是什么让王一博愿意不断尝试新事物 有人表示 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鸡腿肉的味道太特别了 需要用攀岩来平衡一下 在攀岩挑战中 王一博的笑容是最好的诠释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源于对挑战的热爱和对自我的不断突破 网友们在评论中调侃 如果可以 我愿意挑战攀岩 只为和王一博一起皱眉吃鸡腿 这样的互动让评论区充满了欢声笑语 同时也激励了更多人去探索和体验未知的领域 勇敢面对失败 乐观的人生观 王一博在接受挑战时 并不害怕失败 他认为 失败是人生的一部分 只有认清自己的实力 才能更好的规划未来 这样的心态让他在攀岩中更加自信 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种成长 网友们在评论中纷纷表示 和王一博一起接受挑战 不怕失败 因为他会给你勇气 在攀岩的过程中 王一博用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了乐观的重要性 面对困难 他选择微笑面对 这不仅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网友们在讨论中幽默地提到 如果失败能让我和王一博在一起 我愿意每天都失败 这样的幽默让整个讨论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争议与讨论 成功的定义 王一博的攀岩挑战引发了关于成功定义的广泛讨论 有人认为 成功是超越自我 也有人认为 成功是在于不断尝试 王一博用自己的经历向大家展示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勇敢面向人生的每一次挑战 哪怕结果未知 在评论区 粉丝们热烈讨论着成功的意义 有趣的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统一的答案 有网友说到成功是能和王一博一起攀岩 这就足够了 这样的评论虽然带有玩笑性质 但也反映了每个人对成功的不同理解 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 不仅限于王一博的粉丝 更是关于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如何面对挑战的深思 无论成功与否 勇气和毅力永远是支持我们前行的动力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看法 一起探讨成功与成长的真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